到了全球现场的时间一起来看到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他最近是获选了时代杂志2021年度的风云人物 时代杂志形容他是身为全球首富 但是他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 而且最近还一直在变卖财产 他还把许多的卫星送入轨道 同时也很懂得利用太阳的力量 他开的是自己创造的汽车 而且这辆车不需要使用汽油 甚至也不一定要人类来驾驶 此外马斯克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被大批的信徒奉为闺念 只要他随手一则推文就能撼动股市 他在地球上是呼风唤雨的 不过他现在的梦想就是要前往火星 而且他的意志相当的坚定 同时又霸气过人 时代杂志也提到说对于马斯克而言 他的巨额财富只是他的自身能力的 一个附带效果而已 因为他在各个领域当中不但很有远见 而且还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一起来听CNN对于马斯克 那么为何可以成为年度风雨人物的分析 他 obviously is a very well-known person to the average individual that may not be inve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for the reasons you mentioned 另外来看到这个包括像是美国啦 加拿大澳洲还有英国都陆续在上星期宣布说 基于大陆对这个人权记录的一个关切呢 将不派官员参加明年2月登场的北京东澳 也就是要以外交抵制东澳 那么欧盟的成员国对于是不是要跟进 现在陷入了两难 欧盟的外交官就指出说 这个大陆在欧盟最亲密的盟友匈牙利 是绝对不会支持外交抵制的 不过其他的26个成员国有可能会达成共识 那么对于外交抵制的犹豫不决 其实也反映出欧盟试图在美中竞争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卢三宝的外交部长艾索伯恩则认为说 欧盟不太可能在这个礼拜就达成任何的决定 来听一下他的最新说法 另外像是爱沙尼亚的总统卡里斯也表示 考量到政治因素他将不会出席 明年在北京要登场的冬季奥运 还有拉脱维茨的总统李维茨也表态不出席 大陆官方则是回应说 没人在意他们到底要不要来 爱沙尼亚的国家广播电视报道说 文化部长特里克已经接获了陆方的邀请函 但是他还没有决定到底要不要出席 拉脱维亚的广播电台 还有其他的当地媒体是报道说 拉脱维亚只会由这个驻大陆的大使 马尼卡代表出席 好另外来关注到世界的疫情 美国加州卫生及公共服务局的局长 加利今天表示了 由于加州的确诊率持续飙升 那么当地将会开始实施口罩令 要进入加州所有室内的公共场所 都必须要开始佩戴口罩了 那么这个命令将会从当地时间15号开始生效 而且要持续实施一个月 卫生官员表示说 其从感恩节过后 加州的确诊数 一药就是药升了47% 达到每10万人当中 就有超过14个人染疫的比例 美联社报道说 加州从6月15号开始对于有打疫苗的人 是解除了全州的口罩令 当时州长纽森是表示 这是加州全面重新开放的日子 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 感染新变异株的病例又开始增加了 涵盖加州大约有一半人口的郡政府 不得不自行寄出室内口罩令 那么今天的新命令 除了要恢复全加州室内的口罩令之外 相关的政策也同步紧缩 没有打这个疫苗的人 如果想去音乐记或是看球赛 一些超过1000人参与的大型活动的话 都一定要先做病毒筛检 而另外从南非 在11月23号首度市警说 出现了Omicron变种病毒之后 Omicron是已经在短期之内迅速 攻占超过全球70国家还有地区 那么最新消息是 像是欧洲的斯洛伐克 还有中东的阿曼也都出现了首例 那么在大陆的天津 昨天也传出了当地的第一起 Omicron病例 那么先前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Omicron病例之前传出来的 几乎症状都比较轻微 不过昨天英国通报了全球首例 Omicron的死亡病例 也显示出这个新的变种病毒 仍然是具有强大威胁的 那么为了要因应这个Omicron的大流行 像是爱尔兰 丹麦 挪威等国 相继宣布要缩短这一家 这个第三剂疫苗的施打时间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 提供给您 2233 2254 4255